再來我們要針對簡報的路徑做調整跟刪除 你剛選了這個範本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它給你 因為每個範本不一樣 以我來講我的是不是就21頁 對不對 21個 那我怎麼知道這些 第一個順序O不OK 對不對 你可以看一下這裡 有沒有注意到上面都有一個數字 有沒有 有數字 這些數字就麻煩你對到什麼 左手邊這邊來 請問這裡有沒有數字 這樣你了解意思了 老實講這個主題應該是不用我講 因為調整順序你會嗎 PP開頭的那個 不喜歡就這樣啊 你不是這樣調整嗎 所以意思一樣 那不要勒 對這裡有沒有 你就可以從這邊上來 因為不見得你會用到那麼多 但是萬一不夠了 因為有的範本不見得有那麼多張哦 對不對 不夠怎麼辦 不夠找上面來看上面這裡 你可以先這樣子在這邊 有沒有上面這裡有這個東西 就是這裡 好那 重點是這裡有幾種方法 在這邊 有沒有發現一二三四 矩形啊 方 方括號 一個圓形 還有不可見真 不可見人有沒有 哈哈 其實呢 我們稍微看一下 您看這邊 這是標準的圓形 有沒有一個圓圓的圈圈在外面 好 那第二種呢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方形的 好像這邊沒有方形的 好像沒看到方形的 沒有對不對 來 如果 你就看你要加在哪裡 然後 假設我這邊就加一個方形的 這個 這個 好 選好了 按一下 他就問你 因為 他有很多範本 你想要根據哪一個 有沒有 然後根據哪一種方式來做 當然如果你 這裡面都沒有你想要的 你就告訴他給我一個空白就好 其實概念還是來自 像各位學過的PowerPoint PowerPoint有沒有範本的概念 所以你一定有用過一個名詞 跟媽媽有關係的 有沒有用過這個東西 有些人做PowerPoint是不用這個的 因為不會用 哈哈 對不對 事實上母片是很好用的東西啊 因為你要改 他就等於是範本的概念 你要改幹什麼的 改完了 有套母片的就全部一起改 這樣才會比較方便 但是母片可不可以有很多種 可以有多重母片喔 PowerPoint裡面是可以允許的 不是只有一個母片 一般我們最常見就是標題不一樣 對不對 還有內頁 事實上還可以增加 所以我們在這邊就有點 類似母片的概念 好 類似母片的概念 所以今天如果你要 跟他一樣你就點一下 如果我都不要你就點 他就給你一個方框有沒有 那這個方框有沒有 一定要在這裡 不一定 你可以自己調整一下 你滑鼠滾輪往後退 因為如果你靠太近的時候 這個框框會不容易選到 好 所以我往後退一點 有沒有發現我滑過去 有沒有就可以選到了 而且有沒有注意到 這個是2 為什麼是2 因為我剛剛是不是選在這一張增加的 所以他就接在他後面 好 就接在後面 但是以我們這種是屬於破壞性的有沒有 這樣會破壞我的版面嘛 不好看 你餓沒關係 但是你不能那麼大 對不對 肚子餓就叫披薩來就好了 小一點 你就多小 因為我現在那個框太大了 框太大了 所以 太太哥好 你就看你要到哪裡 好 但是我問一下各位 不管我擺在哪裡 我們的紙就是無限大 所以你擺在哪裡都沒關係 你看我回到這邊 有沒有影響到 沒有 所以你擺在那邊點過去 你有沒有注意到 不管怎麼 剛剛他是歪的 有沒有注意到 不管你怎麼樣 他會到這邊就自動擺正 自動擺正 當然 如果你真的想要歪的也可以 只是說 原則上 你增加出來之後 我打一個文字進來 你就會比較熟悉的 或者加個圖片 好 我們隨便加一個 來點一下 好 進來了 那我們看看喔 你在這邊 我回到標準的 我往後推一點 有沒有看到這裡是歪的 可是我進到這個 所謂的簡報的檔案 換燈片的時候 它會自動擺正 你了解那個意思了 所以你要增加的話 就可以像這樣 那至於說哪一種的 不一定 看你 有些時候我們不希望有框的 你就可以來這邊 用所謂的不可見框 好不可見框 那你就來這邊選好 那麼 不會有框 你就可以自由決定什麼 看你要放在哪裡 反正別人看不到 它只會看到你的內容 有沒有在這裡 欸 調整一下 看你要放在哪裡 一般我們大部分 會跟我們的這個 所謂的主視覺 放在一起 好 放在一起 因為等於說 我在做簡報的時候 我就可以做一個主視覺 不會是只有 好像以前的 就是只有第一張投影片 才有主視覺的那些內容 好 那你就可以自行看看 你要放在哪邊 這樣都了解了 好 OK 所以不要 一樣就把它丟到垃圾桶就好了 來 放給你囉 好